講環保當然是藍廢子、黃女罐和啡膠瓶 那綠色呢?講環保怎會沒有綠色呢? 不要緊,聽綠色香港就行了,都是綠色 是啊,我們每個星期都會請來嘉賓跟我們分享 關於香港綠色的大事小事 其實玻璃狐收箱是綠色的 又回到綠色香港第二節的節目 今集請到曉雷和文萱來跟我們分享關於處女的問題 剛才曉雷也分享到香港的一個關於商業社會是很異形 我們不需要付出任何金錢或代價便可以隨意扔垃圾 可不可以多分享一些關於外國的例子 他們是怎樣處理這個問題的? 很多人喜歡一說就會說台灣 我寫的那本書的時候 都為了鼓勵香港人寫到台灣 好像他們的食物的廚餘回收做得很好 但其實這幾年我再去台灣看 我發覺水分是相當大的 因為其實它全台灣一成的廚餘 是真的有回收到並且作用 它大部分回收到的廚餘是用墳化燒去 或者墳化爐旁邊有一個很大的坑 堆在那裡 但它也不是成為廚餘,是成為堆肥的 它基本上是沒有怎樣去再利用那些廚餘 你會看到台灣人 經常都會馬上說 有,我們有餵豬的 但其實因為現在豬是很矜貴的 它不會隨便吃一些哨水 即是你吃病它,你賠不起 所以其實就算連台灣那邊它的衛生部門 都限定了廚餘餵豬的數目 它那個上限已經規定了 並不可以一直增加 所以他們最初是有想過 做一些什麼狀元豬 就可以做一些廚餘給他們吃 但後來這件事沒有那麼發生 你會看到市面上都會有人收廚餘 收哨水 但是很多市民每天在那裡扔 其實大部分都沒有好好地善用到 並且其實台灣會不會有黑心食物呢 這是我一直都很懷疑 台灣會不會有地溝油呢 這件事情其實在台灣他們沒有人去查 沒有人去看下去 他們太有信心 那些回收了之後是很安全 但是我相信台灣一定有它的黑心市場 即是那個食物市場在運作 然後這件事去到大陸 大陸現在就非常非常地努力去做食物回收 因為他們發覺那個垃圾問題很大 你會看到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做法 譬如上海那邊 他們是比一些焚化公司遊說比較大 所以他們傾向焚化去處理垃圾 北京就是所有派別都可能會有一些 所以又有焚化路又有堆填區 又會有些人告訴你 廚餘可以做一些驗氧發電 那它無數的項目會在北京那裡試 但在廣州其實廣州是有趣 因為廣州的市長陳建華 他就封自己做垃圾市長 他很想扮台灣 應該說扮台灣是關於處理垃圾那裡 那去廣州本身是有不同的區 他每個區就有他的試驗計劃在那裡做 譬如某些區就在那裡試垃圾不落地 有些區就在那裡試加袋收費 有些就試在回收那裡再分類 他都試了兩年多 但暫時其實見不到一些很顯著的成效 雖然他會告訴你那些量在那裡減少 但也在擔心這個其實是否也是鋪路 就是當你回收做不到工作 是不是廣州都會全面去建墳化爐去處理呢 你會見到其實處理廚餘是一個很大的城市管理問題 如果見到譬如在亞洲區做得好一點 就是韓國 韓國因為它九成的廚餘可以再用 但它再用的很大的原因是 它真的會拿來做生畜的治療 譬如狗或者其他 不只是豬那些 而是譬如貓、狗的治療 它本身有一個很大的工業市場 其實這件事是 韓國它本身的實業發展是比較好 你看到香港譬如九十年代 我們有一個公園 第一個公園 它告訴你我們所有的地板 都是用廢膠的物料去做這個公園 但這些廢膠從哪裡來呢? 由韓國來 即是說香港的膠可能是沒有辦法處理 但因為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系統 你要回收你要再做 但這件事在韓國發生到 並且可以成為一個工業 所以韓國很早已經可以把本地的垃圾成為產品 然後出口去到其他地方 包括香港 你看到它譬如廚餘 它們都是九成會用得到 你看到它們很有趣 就算首爾一些這麼旺的地方 它們每一個不同的行政區 都有一些收集廚餘的地方 例如它們去東大街 它們說去到那裡這麼旺的區 它們都可以在街頭收廚餘 並且可能是突然間在政府對面的一個地方 有一個地下的室 那就是一個地下的廚餘回收廠 即是說這麼厭惡的設施 它們不是像香港一樣 去了屯門 去了不知哪些地方 而是它們在政府部門 對面 我們就在這裡做這件事情 那它們就分區收集 並且在它收集得好的時候 而它又有實業又有工業 可以再加以利用 你看到它們是做得比較好 其實這樣聽 廚餘這件事 當然源頭減快是最好的 但之後要再處理的話 其實很關於實業的問題 很關於你有沒有工業去處理 你看到譬如膠樽 人外堂收到這麼多膠 即它已經是不需要計算運輸成本 它收到這麼多的膠 只有它可以這樣做 大概是2000噸膠 接著要怎樣做 接著你有沒有工廠可以收回這些 其實那些全部都是寶 它可以做衣服 即它可以做很多不同的廢膠 其實是可以做到很多生產 但香港沒有工業 那你糟了 你一天沒有工業的時候 那些東西一直都不行 譬如廚餘那樣 人們經常都說香港沒有農業 什麼農業 其實因為廚餘 如果你經過一些生物的方法 將它轉化成一些高級的治療 即我不是說哨水 是譬如你通過黑水網也好 你通過一些細菌 或是怎樣的微生物的方法 去令它成為一些蛋白質治療 你是完全是出口的 即我們可以 以我們香港這麼多垃圾 即香港沒有金礦銀礦 但我們有這麼大的垃圾礦 你去到有一天 你現在再靠旅遊業 那你去到有一天 你可能就開回你的垃圾礦 然後你好地做提煉 其實你到時如果全世界 那些礦產沒有太多 香港你不是開回垃圾礦 然後做回收 我聽說好像可以做魚糧 很多東西可以做 因為其實魚是吃很多的 但是你的問題不是 將一些廚餘就這樣吐 因為其實現在有時候 會流行做堆肥 但是你想想 你要將雞腿變成堆肥 其實是很浪費的 永遠那個做法就是 一些人 譬如你不吃這個雞腿 然後有其他人 他有沒有機會吃這個雞腿 如果人真的不能吃 然後可不可以是被畜生吃了 那吃完之後 其實他的糞便 先拿去做堆肥 然後才拿去做耕種 你沒有理由把雞腿 扣成肥 你想想中間是多浪費 多久 但你現在 那我都覺得很好 很多人嘗試在天台做堆肥 但你真的不可能 在天台最多處理素材 即是一些菜 一些果皮 但果皮其實 譬如橙皮是很難做一個堆肥 因為它本身是一個很好的清潔劑 因為橙皮本身已經殺菌能力很好 但當它殺菌很好 其實它很難分解 它很難分解 難道你拿吃剩的叉燒在天台堆肥 這件事是有很多的問題 其實因為我和Stacy 其實都是讀中大的 我們今年就在學校 看看那些垃圾問題 發現學校其實也有些地方 有廚餘機和餐廳 都多了什麼廚餘收集站 但我們譬如問其中一間宿舍 它是很特別有廚餘機 我們問那裡的阿姐說 其實廚餘機 打碎完廚餘做什麼 然後他們跟我說 變成水了 就流走了 然後你便看到 那部相機是24小時走路的 但那些人其實都 使用量是低的 還有最後覺得 廚餘最後沒有變得有用的東西 如果變成水的那部相機 政府的資助計劃是不給的 因為其實你只是把它變成渠無處的站 即它根本沒有處理任何事情 還有你這樣去處理廚餘 其實你也很浪費 那部機器也很貴 那你又要很多人手去做 所以這件事其實一定是一個系統去做 即你怎樣在減費那裡去做 然後你回收 又是一個回收的系統 那你收來做什麼 那怎樣可以把它生產再做 那我很佩服很多民間團體不斷地在這裏做 但我覺得真的需要一些這麼大的政策 去推到這件事 那所以希望大家 即不要在下一輪的撥款結束之後 大家的那些食品捐贈都停了 這是我的擔心的地方 我真的很怕香港人那種一窩蜂 玩一種食物就不流行 一個議題 那我很希望真的可以推到這件事 可以比較自本地去做一些事情 其實聽了這麼久 一直聽到港民間團體或者自發性組織 我真的很想問一下政府有沒有做過些什麼 政府有個適食委員會 對 那隻是大沙櫃 用了過千萬 下去做這些廣告 那隻大沙櫃的設計好像用了幾十萬 不是 連廣告連成是千萬計 那如果說撇除堆填區 或者固體廢物這個議題不說 那有時候我見到朋友 例如一起吃飯 那我見到他吃正食 就會提醒他 不如吃完他吧 很浪費 那多數人的回應 就會是 我不吃 其實非洲兒童都不能吃 他的意思是 不會把我桌面的雞腿轉移去非洲 那可以怎樣回應這些人的反應 但事情不是那麼簡單 因為你現在是用了一種浪費的習慣 你想想 你不要一直在說非洲 那隻雞也會為你死 說得對 那隻雞也會為你死 你還要嫌它不夠好吃 那你誰煮得它那麼難吃 那你想想 他也很無辜 那你想想 但是我覺得 因為我自從出了這本書之後 我Facebook經常收到的照片 那些人要麼吃剩 要麼吃光 要麼吃光 像我的Facebook 是沒有一些 好吃的食物出現 要麼吃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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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看 但是我其實在想 因為 其實有時候 你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有時候 那份量 你當然第一步有站 你當然不要叫那麼多 但是我經常都很想 找到一些好一點的設計 的飯盒 是可以讓你帶走的 因為我自己 其實我都不斷地 有些小盒子 去帶走食物 但是我發覺 那些盒子 如果設計 如果好一點就好 有一隻 嬰兒用的食物盒 它是風琴摺的 並且它是防流 但是它很貴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就是你的食物 你自己負責 其實污染者自負 就是這麼簡單 是你今天叫多了食物 或者你真的有很多白飯 你真的沒有辦法 壓下去的時候 那你是不是可以打包呢 因為我就算有時候 我有時候是骨 都會打包 因為我住村 然後有些狗 其實是可以吃的 所以你會知道 就算打包 有沒有一些方法 是可以讓你好一點去打包 或者餐廳 會不會做一些 鼓勵你去打包呢 或者另外一些 可以想就是 因為現在的餐單 它通常都是 令你叫更多的食物 有沒有可能那張餐單的設計 本身是會令你 叫的食物份量是適合的呢 就是你看到整件事 不只是落在那個人裡 你吃光了 而是你想想其實之前 它點送的時候 怎樣減少它的眼闊肚窄 怎樣讓它知道 其實你需要靠你 是2000的 你計算一下 你這樣多點幾碟 你自己都肥了 或者是去到之後 你真的吃不完 你真的可以打包的時候 怎樣方便你可以拿走 所以我整件事 真的不是只有一個角度 就是你吃吧 你吃吧 你不要浪費 譬如我自己做了風勝之後 大家跟我吃飯都很有壓力 我也是這樣 我也是這樣 你跟曉雷吃飯還吃正 但是有時候你會覺得 真的不是朋友的問題 可能你的餐單 你第一次去這個餐廳 你怎知道它的飯有多大 可以裝一下 對 但是其實有很多情況 好像曉雷說 很多點你都可以改善 但是這個很關乎商人的營運 他根本就不想你 想你繼續喊更多 你是打包了 你飽了 可能又不來這間餐廳 可能其實 關於他們的 我覺得是很多概念的問題 我不想將這件事 簡化成為一個道德問題 當然大家都要負責 我沒有說你可以吃剩餐 去浪費 但是如果你將這件事 只是成為一個道德站的話 那些商家 其他那些 你看不到大一點的事情 我想盛食那本書 那時候出來會令人意外 原來這件事有這麼多面 可以看到 那你才會覺得 很多事情可以去做 這個是希望拉闊一點 令大家關注更多事情 可以去留心 好了 那談了一會之後 又來到我們的點歌環節 那這次就想請問 文圈點一首歌 我想點的是一首台灣歌 就是PB和林佑佳的一首 叫吸小孩 其實它不是說環保 但它是說 怎樣令我們的社會 變得這麼美好 令我們小孩有更好的未來 令他們變成更好的人 令我們社會變得更好 其實這也很符合風聖 現在正在做教育一些的理念 我們趕快樂 我們趕快樂 也許是這雪假期的黑暗 每張小小臉龐 我們都該仰望 每一個小孩都是一道光 給小孩做夢的床 給小孩做夢的床 給小孩遠眺的床 給小孩遠眺的床 看他們會帶我們 到多美地方 給小孩 給小孩遠眺的床 給小孩勇氣的床 給小孩勇氣的床 這世界一定會變得更明亮 也許有好歌聲 不為了憂傷 也許在試驗室找到答案 每雙下下手掌 都該放進希望 每一個小孩都是小太陽 希望的太陽 給小孩做夢的床 給小孩 給小孩遠眺的床 給小孩遠眺的床 看他們會帶我們 到多美地方 給小孩遠眺的床 給小孩勇氣的床 給小孩勇氣的床 這世界一定會變得更明亮 給小孩 給小孩擁抱和他 給小孩溫和柔軟 等他們變成大人 不覺得缺憾 給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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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 給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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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 給小孩 但是那個時間實在用太久 平時用很多糖 但其實你需要很簡單 就是把橙皮壓在一瓶醋 那瓶醋就會變成 一個很香的橙皮醋 會有很香的橙味 這件事只是三天內 就會變身 成為一瓶橙醋 那醋的功用可以做什麼 你想像不到那麼多 譬如可以代替 藝物油順劑 它可以代替護髮素 它可以作為空氣清新劑 那它的用途 其實你上網查 你會很驚訝 哇 醋的清潔能力很強 但因為醋的味道不好聞 所以如果你把橙皮加進去醋 那你就會 不用買那麼多化學的清潔用品 但你會有你很棒的橙香醋 那我其實也是說水果 其實風盛一直都提出 例如大家經常吃剩 或者買多了的水果 其實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就是用果醬 其實只要開爐 然後把水果切碎 大部份的水果都可以 就放進去 然後加糖煮 其實變成果醬 可以多放兩至三個星期 我自己也想分享一個小貼士 其實都不是貼士 剛才我們說了很多關於性食的問題 其實如果我們知道 這是不是算很大食 甚至是小食的話 外出吃飯 叫一聲小飯 其實都不是一件很難的事 有時候看到一些朋友 他們一向都很細食 但是跟他們吃飯 他們從來都不會叫小飯 但是又從來都會吃正飯 我覺得其實叫小飯 都是一秒都不用的事 我覺得我們當日沒有什麼胃口 或者覺得自己細食 其實都可以為環保出一秒的力 去叫小飯 今天再一次多謝性食作者陳曉雷 和中盛的創辦人黃文萱 和我們分享了這麼多 下一集請大家繼續支持綠色香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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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2014年世界盃的決賽 由魔獸聯對著本地僵的豬龍虛隊 大家平常這場賽事有我劉順文在這裡 上場就剛剛展開了 黑色魔心就是魔獸聯 最喜歡就是紅色魔心的右光掌 就是豬龍虛 明望著被踢跌的針 還不收及犯罪我 靈技術信靠惡在背後 飛進都不及與紅蟹 廢爆黑衣判官 借求一個內應拍 輕爆黑衣判官 即使每一天 只會罰我爆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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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歲明明掃蝶眼 要說中鋒他現緊氣 哎呀哎呀哎呀 看我國醉明明有例 是要說中間他講吵吵吵吵吵 那個草莉女裝石頭 踩重變血液曠流 哎呀 那個包相旅港密謀 操縱塵會拘棄口 哎呀哎呀哎呀 四個踢身早報銷 四個太驚請他對他指 尚未夠衝 只剩三個接觸 這場球除了我之外 其實還有Peter在這裡 Peter, 你怎麼看上半場 那一個穿心腿 球職竟然不吹罰 當然是老衛紅四 這個球正做甚麼 有眼無珠 我試眼路也看到了 他四馬旁邊看不到 好 我已經不可再忍 哭對勇衝擊對方結束 發覺這刻 剩下一個平均 不想失去鬥三 一單魔獸盡掛 不想失去鬥三 一於四個對撼 耶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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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已經來到這場比賽尾段了 朱龍虛已經落後正0比6 Peter, 還有沒有機會追上來 對, 當然 為什麼不 這場比賽尾段 這場比賽尾段 不斷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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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 藏著他們的神奇頂級 超脆的球技 分分鐘 一顆又一顆 追得回 好, 看看這次朱龍虛的攻勢 怎麼搞化 中圈師傅的位置 哇, 放個鬧線 哇, 真是入了 最討論 好, 太棒了 好, 招勁 好, 招勁 好, 招勁 好, 能有 好, 不斷扔 好, 我想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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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